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讲师金月峰 我们本节课呢 带领大家探讨一下C++常见问题当中的数字问题 首先我们这一个的目的呢 是让大家掌握 数字的一些简单的用法 以应对我们在考试当中 所要那个 面临的一些困难 首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实现对数组的降续排列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呢 经常会考到 就是给出你一个字符串 让你把给出一个数组 硬特性的数组 整形数组 并且呢让你把它来 降续排列或者说是升续排列 都是一样的处理方法 这是我们经常要考到的一个知识点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题目 首先呢 我们 要了解 如何将一个指定的数组的数据 进行降续排列 好的 我们呢 必须呢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目的呢 就是将我们给定的数组 的数据 进行降续排列 并且呢 输出 OK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引用投完键 Include add all stream 然后呢是命名空间 用 用于内蒙 Space Std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来声明一个 就是降续函数 Void Void Stars 我们设置为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的数组 用的星 Error 第二个参数呢 数组的长度 这是对 函数的声明吧 一会儿呢我们把它的实现 放在下面 Void Stars Int 新Error Int N 函数 函数 T部分呢 首先呢我们来定一个 Int型的变量 Temp 它也是一个中间变量 用来进行 逆序的 就是 降续排列的 也就是跟我们 讲解对字符串 逆序的时候呢 所用到的方法一样的 For Int I 等于1 I 小于9 让I呢 进行自家 然后呢 For Int K 等于0 K 小于 9-I 然后呢让K呢 进行自家 OK OK 我们这是双重循环 首先呢我们来看双重里面 来判断 ifrk ifrk 小于 rk加1 也就是我们将前面的 数字元素 数字元素 跟后面一个数字元素进行比较 来判断 如果它小的话呢 就让这个Temp呢 等于 Lk Rk rk呢 Rk呢 等于 Rk k加1 Rk加1 Rk加1 K加1 然后呢 Rk加1 Rk 等于Temp OK 这就是 来判断 就是 降续的 一个方法 首先呢 我们来判断 rk 如果小于Rk加1的话呢 我们就让这个Temp 等于Rk Rk呢 等于Rk加1 Rk加1 等于 Temp 也就是说是将大数呢 放在前面 小数呢 放在后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实现一下 主函数部分 主函数里面呢 我们定立一个 英特形的 数字 R 它的长度呢 我们这里规定呢 长度为10 首先呢 第一个数 我们假设它为33 第二个数呢 为56 第三个数为76 第四个数呢 我假设为45 第五个数呢 212 第六个数呢 为1 第七个数呢 为34 第八个数呢 为123 第九个数呢 为 二 第十个数呢 为三十六 第十一个数呢 为77 我们呢 总共呢 是有 11个数 12 3 4 5 6 7 8 9 10 11 总共有11个数 呃 这个数组元素个数呢 为 呃 11 然后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 sort函数 sort什么呢 Ary 11 Ary的话呢 是我们的数组 11的话呢 是数组的大小 也就是元素的个数 呃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for 应测i 等于0 i 小于等于10 然后i呢 进行自家 从0 呃到10的话呢 呃 它是一个 11 就11个数 我们就这个sort Ary 然后呢 在sort的空格 当然我们这里呢 需要加上 一个花块号 显得我们的程序呢 更 呃规整一点 最后呢 换行 ndl ok 当然我们这里也可以调用一个 呃 system 调用一个这个系统命令 pass ok 当然了我们呃 在这一块呢 容易出现 呃的一个错误就是出界 容易 出界 而在这一块呢 也是很容易出界的 容易出界 ok 我们在操作数组的时候呢 唯一要注意的 一个问题 就是 要注意的 问题 就是 数组 下标 的越界问题 这这个呢 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 一个地方 ok 然后呢 我们来 呃生成一下解决方案 生成成功之后 我们来运行一下 iCtrl F5 我们 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 数组里面的最大 最大值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为 21221212 他这个呢 就出现了错误了 就出现错误了 我们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21212已经重复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程序的 错误在哪里 呃 呃 错误呢 肯定是在我们的 sod函数里面 我们来来寻找一下他这个错误 首先呢 这是我们的核心算法部分 第一个是temp 等于 rk rk等于rk加1 rk加2 我们这个应该是rk加1 等于temp 然后呢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现在的结果了就正确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大的数呢为212 然后呢 为 12376 等等呢 我们而我们最后一段还有一个值呢 呃 是77 这个呢 呃没有给大家这个 判断出来 我们前面的排序呢是正确的 到32 3 34 33 21 是都是正确的 而36跟77呢 并没有排列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我们来看一下 呃因为呢 我们在这块呢 我们规定的 数组 数组当中的个数呢 呃他其实呢 视为9的 视为9的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9呢 改成n 比如说我们改成n呢 这下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呢 就完全 没有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 这就不会 出现越境问题了 而且呢 将我们的数组当中的 所有的元素呢 呃都给大家 进行这个 呃排列了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刚刚为什么我们 呃在这一块后面的36跟77没有处理呢 因为 他在带入到我们的 呃 sort材数里面呢 他判断 和进行运算的只是前面的9个数 只是前面的9个数来进行这个运算的 而我们在这一块呢 他的一个 呃将续算法呢 也是很简单 明了的 希望大家呢能够掌握他 好的 呃这是呢我们对 呃 数组啊整形数组当中的数据呢 的一个 呃将续排列 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引起一个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也就是 我们在传入这个 sort 呃数组的时候 sort函数的时候第2个算数 来决定 我们参 呃参与这个排序的 呃元素的个数 而不由 我们的 呃 里面 就是我们的这个指针呢 他来决定的 好的 呃然后呢我们 来布置一下本节课的这个作业 我们本节课的目的呢是实现 对数组的将续排列 呃也就是对我们的整形数组呢 进行 呃 操作 呃以及呢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 呃功能的实现 呃来掌握我们的数组 当然我们在 呃学习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 数组下标 越界 数组下标的月季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在学习了之后呢 我们来 写个这个 作业 作业的目的呢 就说是 呃 来实现 将呃 数组的数据呢 进行这个 升序排列 如何 将一个 指定 数组的数据 进行 升序 排列 呃这个呢 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呢 根据我们的课程呢 来改写一下我们的 代码 实现我们的数据的升序排列 好的 呃关于我们的 呃数组的 呃知识点呢 我们 就简单的讲解到这里 呃希望大家呢 在面试过程当中呢 不会 在我们的数组的 方面的问题 进行 出错 好的 谢谢大家